马可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 还有那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域 进来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这段经文提到使人的生命 被挤住的三样东西是 思虑、钱财 还有别样的思域 世上原文可以翻译成 世代世界的次序 换言之一个人 如果为今世的事情而思虑 就会分心 以至于不能专心爱主 听主的话 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不要忧虑 因为忧虑本身 并不能是寿数多加一克 忧郁症 忧郁症是今天 全球第二大死亡杀手 神的儿女应当信靠天父 不要忧虑 也不要分心 以至于失去了为主结实百倍的恩典 钱财的迷惑 是另一种人被迷惑 被幻觉被欺骗的意思 依靠钱财 就像追逐海事圣楼 转眼之间 财富就会过去 而别样的私欲 就是别样的欲望 可求的意思 欲望可求 在希腊文 是中性的意思 例如 吃的欲望 是中性的 但是如果过度 就贪吃 性欲 也是神造人的正常欲望 但不在婚姻里面的性欲 就变成了污秽的情欲 思虑 钱财和私欲 并非减缓一个人的成长 而是使成长受到阻碍 压制 甚至停顿 窒息 杂草夺去了植物的阳光 水分 养分 还有生存的空间 对待他们的唯一方法 就是铲除他们 神的话是生命改变的良方 也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粮食 然而思虑 钱财和私欲 却是拦阻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荆棘 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心 铲除一切的拦阻 我们的生命 才能够结识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三十倍 感谢观看